我再做一次remesh 我加一个Shift A 然后加一个Cylinder 把它缩小 在Z轴放大 然后穿过这一个 我现在选这个立方体 然后在这个Constraint的地方 我加一个 不是Constraint 应该是Modify的地方 我加一个BullingModify 让它跟 这个Cylinder 做Difference Apply上去之后 我把这个 移开,就会有个洞 那这时候 如果我们看Wireframe的Mode 就会发现说 它的 切割切得有点奇怪 那这时候 我去 加一个Constraint 是remesh 诶,是这个吗 remesh remesh 这时候remesh 如果是四层 它会比较复杂 三层就会比较简单 两层可能就太少 一层就很糟糕了 好,所以 三层的remesh 这感觉是不错的 那这时候 你再把它切换 为Solid 你看到的会是这样 有点八角形 觉得不够好 就四层 那这样就会 它的多边形数 不会太多 那这是降低多边形 当模型太复杂的时候 降低多边形数的一种方法